第151 尊敬的悟道师傅 您好 弟子是三十岁在家男众 记忆力跟理解能力都特别差 头脑迟钝愚笨 请问我应该怎么修学 念哪一部经典佛号能够变得聪明 弟子还想求一份养家糊口适合的工作 恳请悟道师傅教导 弟子顶礼感恩 尊敬的诸位老师 诸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请放长 我们继续来回答 这个 第151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那么这位居士才三十岁 那么三十岁在我们这个年龄来讲 属于这个壮年了 属于壮年了 在古时候这个 一岁到十岁是幼年了 十岁到二十岁是少年 二十岁到三十岁是青年 那么三十到四十就壮年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身体各方面都达到这个已经壮胜的时候 俗话讲三十而立 这个就是成家立业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应该各方面的身体状况 都处于是高峰了 但是这位同学呢 是在这样的年纪啊 记忆力跟理解能力都特别差 这个头脑迟钝 愚笨 这个问题啊 主要是业障 业障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在地藏菩萨本念经 就讲到这个问题 地藏菩萨本念经啊 在下半部 好像在第十二品 有讲到啦 就是有人发心念经典啦 玄独玄望多会诗 就是有人发心呢 他要念经典 要讲经说法 但是呢 玄独玄望 那个记忆力很差了 一下子就忘记了 那么在地藏菩萨本念经 有讲到啦 这是业障 业障 所以 这个问题啊 这位同学啊 问应该怎么修学 念哪一部经典 念什么佛号 能变得聪明 那根据你这个问题啊 那么地藏经 有讲到这个问题 建立啊 可以 到这个 试验里面啊 请地藏菩萨本念经 来读诵 念地藏菩萨圣号 依照地藏经啊 讲的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 这个会有感应 这个是我们 在地藏经啊 我们都读过的 读过地藏菩萨本念经的同学啊 应该对这段经文都很熟悉 应该都有这个印象啦 所以我是建立啦 那么 念地藏经啊 依照地藏菩萨本念经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啊 那么这个针对你的问题 针对你的问题 另外呢 这个 当然啦 你这个三十岁的年纪又是难重 那当然要 养家佛口啦 所谓三十而立啊 这个要成家立业啦 那么要找一个适合的工作 这个也可以求地藏菩萨 这个 红一大师在这个 演讲录里面啊 那么有一篇 演讲啊 啊就是普倩敬忠道理啊 坚持诵地藏经 那么这一次啊 我到九华山啊 去借场啊 去导斋啊 那么也跟那边的 同修啊 分享啊这篇演讲 啊演讲录 啊这个 啊录录下来啊 这个啊整理出来啊 啊可以提供给我们同学大家参考啊 这红一大师讲的 啊普倩敬忠道理 坚持从地藏经啊 啊所以 我是建立啊 你要找一个工作啊 还是从地藏经 去找啊 啊因为 这个红一大师这个 啊普倩敬忠道理 坚持从地藏经啊 这个 里面就有讲到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呢处在这个 末法时期啊 啊我们毕竟还是凡夫 啊毕竟我们修行啊 很少人啊能够达到啊 主师大德那样的标准 啊我们是一般的凡夫 那么一般的凡夫呢 啊这个不能不生佛啦 啊我们面对的就是现实生活 啊就是你这里讲的养家佛口啦 啊那么你要生活就必须要有个工作啊 要收入啊 啊所以这篇 演讲录啊也都讲到这些问题 那特别啊 举出地藏经 啊所以我是建立啊 这个地藏经啊 啊契合你现在的需要啊 所以建立啊 你读诵地藏菩萨本念经啊 念地藏菩萨圣号啊 求地藏菩萨呢 啊这个加持啊啊 让你这个啊 记忆力啊啊能够增长 让你找到啊 啊适合理想的工作 好以上提供做参考 下面一个问题 第152个问题 请问师父 我作为女儿内孙和外孙的角色 对于我已故的父母亲的各自父母 能否把他们的公公婆婆和外公外婆 与自己的父母亲一起放在家里拜 我没排位 只去他们的坟墓用手机照起来 然后打印出来放在家拜 这样做可以吗 是否会冲突任何祖先 感恩师父 这个问题啊 是关系到礼的问题啊 就是我们一般讲啊 这个常礼 礼记 这个礼 那么这个礼啊 礼帽的礼啊 这个我们一般讲啊 常礼啊 这个礼啊 分尊卑长幼 亲疏远近啊 所以这个五伦五常啊 也就是说 这个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伦理的教育啊 就是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 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以什么礼来 来对待 合乎这个礼啊 那么做女儿 那么内孙外孙的角色 这个都是两方面的啦 两方面 那么在中国传统呢 那女儿嫁出去啊 随夫家那边的 那就是做人家的媳妇啊 那当然要拜 公公婆婆啦 那么这个 外公外婆啊 放在自己家里一起拜 如果这个 自己这个娘家那边啊 都没有兄弟姐妹 那当然也可以 因为没有 没有其他的 这个这个 儿女可以拜嘛 只有你一个人 那当然 你就全部要负责了 那如果有的话呢 那当然 比如说娘家那边有兄弟啦 那应该由兄弟来拜 这样才合理 那如果没有 那当然只好 你做女儿的 那夫家这边也要拜 娘家这边也要拜 那么娘家这边拜 如果得到夫家这边的同意 那也就没有问题啦 也就没有问题 那这个牌位呢 另外例是可以的啦 因为毕竟不同 这个 另外例 所以这个 没有牌位啦 去坟墓用手机排起来 排起来你可以 把它抄下来嘛 那去买个房子 把它抄下来 这个就 这个也不用省啦 这个 或者是用打字的 重新打个字 就 不要用 坟墓啊 那个墓碑 那个直接 拱 那个坟墓 毕竟它是墓碑嘛 你排位啊 还是重新写 或者是 这个用打字的也可以 你要按照那个墓碑 那个来写也可以啊 那么 祖先 给他说明啦 就是说 现在呢 放在一起拜啊 如果你家里啊 没有其他的兄弟啊 可以拜啊 那 也就 请到啊 你这个夫家来拜 这个也是可以的 这个 现在呢 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一个独生女 就一个女儿啊 像这个 这个只有生一个 那生到女儿 女儿嫁出去了 那这边就没有人 拜了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女儿也有责任拜自己的父母 拜自己的祖先 那么在夫家那边 沟通好了 那边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 共在 一起啊 婚两个牌位啊 这样拜是可以的啊 那这个 婚清主 就不会有什么冲突的问题 所以这个请放心啊 多念佛跟他们回向 多念佛跟他们回向 好 下面一个问题 第153个问题 学生在此给您顶礼了 学生有两个问题 一 在报告中写 为了戒杀 我吃严格的素食 基本上不吃糖 听说糖 在过滤的过程中 有用到动物成分 后来发现不吃糖 很困难 如果吃糖 是不是犯了妄语 吃一次 犯一次妄语 二 想持八观灾戒 但是帮家人煮菜 要尝味道 洗衣服 会用到有香味的洗衣粉 这样还能持八观灾戒吗 感恩 这个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 戒杀跟吃素 还是两桩事情 戒杀就是不杀生 不杀生 那么在佛陀的时代 出家人 脱钵 那么脱钵 也就是人家 栽主 供养什么食物 就吃什么 供养一块肉 供养一条鱼 那就吃什么 那么这个 在佛陀时代 出家人脱钵 没有吃素 还是有吃肉 只是吃三净肉 三净肉 三净肉就是 不见杀 不闻杀 不为我杀 这个叫三净肉 那么绝对不吃 现场宰杀的 那自己 也不能去杀生 来吃肉 因为脱钵 就是 这个 一般 世俗人家 他们 他们做的 也不是特别为出家人做的 他们本来就要吃的 所以 这个 不杀生 持这个不杀生戒 他不一定吃素 像佛陀时代 佛的弟子 持五戒八观灾戒 沙弥戒比丘戒 菩萨戒不杀生 但是 但是啊 没有 吃素 但是不杀生 要吃三净肉 或者说五净肉 像现在这个 斯里兰卡啦 泰国啦 韩国啦 日本啦 在中国这个 呃 这个这个蒙古啦 西藏啦 这些出家人也是没有 地区啊 吃素不方便 啊 就像我们中国那个蒙古啦 西藏都是游牧民主 没有什么像南方啊 这么多的那种蔬菜 啊 吃素不方便 啊 吃素不方便 啊 所以佛呢 啊 也就 开言啊 吃三净肉 那么佛在认结经就讲啊 菩萨大慈大悲啊 不能吃众生肉 啊 所以在这个 佛陀时代啊 吃这个 三净肉啊 啊 还要念咒加持 给这个众生 像楞严经里面讲啊 要念咒 那么念咒啊 用咒力啊 佛力加持啊 这个肉它就没有命根了 就不跟这个众生结烟丑啦 就是等于是说 我们现在讲超度啦 像现在来说 我们念佛啊 超度这些众生 回向给他 啊 所以这是佛的一个规定 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啊 吃素 是我们中国南北朝 南朝啊 这个梁武帝 他提倡的 他读到任结经啊 这个菩萨大慈大悲 不忍食众生肉 看到很感动 他自己带头啊 吃素 那当然啊 第一个响应就是出家人 那么在家即使也跟上了 所以现在全世界啊 吃素 是中国佛教的特色 中国佛教特色 这个是梁武帝 他带头的 那么他 那当皇帝啊 带这个头非常好 功德无量啊 印光祖师非常赞叹 当时如果没有梁武帝带头 恐怕我们现在 中国的佛教徒啊 世宗弟子也跟外国一样啊 也没有吃素啦 这是因为梁武帝啊 这是因为梁武帝啊 的关系啊 所以啊 所以啊 所以这个中国佛教啊 那世宗弟子啊 吃素啊 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 那么吃素啊 这个是符合啊 佛陀的这个慈悲教导啦 那像现在这个 呃 科技发达啦 啊 那么这个交通便利啦 啊 那么 这个 南方的蔬菜啦 送到北方啊 那这些 啊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啊 所以现在吃素啊 比过去方便太多了 那么 素食现在呢 也有很多 现在呢 比较强调啊 健康素食 健康素食就尽量吃不 不加那个添加物的这些 这些 化学加工料 像味精啦 这些高鲜酱油 那个味精很重的 吃的对身体都不好 所以现在吃素的 人啊 也有这个 健康卫生的意思也抬头啦 所以现在有很多都是 强调啊 这个健康素食 那么吃有机蔬菜啦 等等这些的 那当然这个还是比较少数啦 但是我们总是尽量啊 吃天然的 对身体啊会比较好 吃天然的 你这个地方问到这个糖 啊有没有 这个放肉啊 这个我是不知道啦 在大陆我不清楚 在台湾这个 这个炙糖啊是肯定没有肉的啦 不会有肉的成分 那一般糖都用甘蔗去做的 甘蔗 那是 都是属于植物啊 那不是动物的 所以 这个应该 应该这个糖啊 这个 不会有动物的成分 应该不会有动物的成分 那除非就是说你做成什么 蛋糕啦 做成什么那些 那些当然我们就不知道啦 那纯粹是糖应该是不会有动物的成分 应该这个是没有问题啊 所以这个 吃糖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啊 这个你就不要有余力啦 吃糖 也不患妄以罪啦 因为这个是吃素嘛 所以 这个也不是你的问题嘛 这个糖的别人做的嘛 也不是你做的啊 所以这个 这个方面啊 呃 没有患妄以啊 这个跟妄以 妄以是 不相关啊 这个跟 主要是跟你吃动物是跟杀针有关啦 这个 跟妄以没有关系 你发现要吃素 这个 我还第一次看到呢 说吃素不能吃糖 这个 还第一次听到啊 应该糖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 应该没有 没有动物的成分 那可能就是说你吃到 什么饼干啦 什么那些 有有加有加肉的啦 那些 啊 那个 才可能会有啊 如果纯粹吃糖 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啊 所以这个 没有犯妄以戒 啊 没有犯妄以戒 啊 第二个呢 想持八关灾戒呢 啊 帮家人 煮菜 常味道 啊 这个 常味道 啊 这个是可以啦 啊 主要是说 你常味道呢 不能再供佛了 啊 不能自己先尝一尝 再去供佛 啊 这个就是 啊 对佛不恭敬 啊 如果不是供佛 那也没有关系 啊 一般家人吃就没有 没有关系啊 啊 所以这个 啊 帮家人煮菜 常味道啊 啊 这个跟你这个 受八关灾戒 啊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灾戒啊 灾它 是 过中不死 啊 它也不一定吃素 啊 就过中不死 啊 这个八关灾戒啊 它 最重要就是说 不能超过这个 日中 啊 日中如果超过 一分一秒 就不能吃了 那这个是 严格 遵守 啊 才符合八关灾戒 啊 这个灾 的一个条件 啊 那么戒有八条 灾有一条 啊 一共是九条 啊 这个关啊 是关闭的意思 啊 我们现在讲隔离啦 啊 关闭起来 隔离 啊 这个隔离 就守这八条件啊 让我们不要去接触 啊 避免啊 受到污染 啊 这个避免身心受到污染 啊 就像在这个 就像现在这个 啊 新冠病毒啊 啊 要隔离 啊 啊 那那个封城 封起来啊 就跟闭关一样的 啊 那个就是 避免你受到污染 啊 所以这个八关灾界一天一夜啊 啊 就是 防止受到污染 啊 在这个二十四小时当中 修 清静心 啊 那么这个灾是过中不死 啊 那么要 标准的持灾啊 要看天文日历 不过呢 你每天大概在十一点钟吃啊 大概都不会过中了 啊 顶多吃半个小时啊 大概不会过中 啊 那除非呢 你在一个什么 这个有比较时差明显的地方 啊 那个看当地的时间 那一般啊 在我们这个 国内啊 啊 这个地方呢 啊 这个大概啊 中午十一点啊 开始吃就不会过中 啊 所以这个 肠胃道啊 啊 那 这个跟 灾界也没有关系啊 啊 那么 洗衣服会用到香味的洗衣粉 啊 这个 你可以买一些没有香味的啊 可以买一些没有香味的 啊 这样 啊 就可以 啊 如果没有的话呢 啊 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你洗衣服 毕竟是洗衣服啊 你不要穿在身上就好了 啊 主要是说这个 你这个香味啊 不能涂在身上啊 不能 撒香水 你这个身体不能撒香水 那你洗衣服呢 啊 洗好了呢 这个 用清水把它 冲干净 啊 这个 香味啊 啊 冲掉啊 那也就没有关系 啊 那个就没有关系 啊 所以这个 啊 就没有问题 啊 这个没有问题 啊 这个不影响你持八关灾戒 啊 不要怀疑 啊 所以八关灾戒啊 是要让我们身心清静 啊 不要受这个污染 要知道 佛制定这个戒 它的用意 啊 你只要 不受污染 那就是持戒了 啊 那为什么说 为什么 啊 不能撒这个香水香粉 因为 怕我们去贪 贪那个东西嘛 啊 所以才禁止说 啊 不能用 怕你去贪那个东西 那实际上呢 啊 你不贪那个东西 啊 那个香水对你没有影响 啊 这个就是持戒了 啊 啊 那这个持戒啊 那就更高一层了 啊 就更高一层了 啊 你接触到不受污染 那就持戒了嘛 啊 那么 怕受到污染 所以 远离啊 禁止 啊 就是 怕受到污染 所以关键啊 还是在心啦 啊 你心不贪这个东西 啊 这个戒 就持得清净了 关键在清净心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 不要有余力啊 你就还是好好 持这个八观再戒 那么多念佛 这个戒就圆满了 好 下面一题 第一百五十四个问题 弟子在工作之余 涉足股市 其心动念 会有贪图心 请问院长 佛弟子可以做股市投资吗 阿南问 阿南问是否吉凶金云 可得为世间事 不可得为世间义 这句话弟子没有完全理解 如果把这句落实在股市投资上 怎么做才如法 这个问题啊 做股市啊 有两种 一种是投资的 一种是投机的 现在呢 很多人啊 做那个投机性的 想啊 一下子就大赚一把 好像马上啊 发财啦 爆发户 这个投机性的 那么投机性的 做股票啊 就像赌博一样 你赌赢啦 哦 那一下子赚了很多 那输掉呢 可能你请家荡产 都赔掉了 那个投机性的 这个这个 买股票啊 投机性的啊 我们不能做了 因为那个跟赌博的性质一样 那么你要做呢 建立啊 你做这个投资的 投资的他不是说 哇你马上就 好像有暴力可得啦 他是长期的 稳定的 你要看那个 买什么样的股票啊 那么他这个公司啦 工厂啦 营运啦 很稳定的 那么你这个慢慢啊 你这个股价呢 会慢慢会上涨 那这个稳定啊 你做这个投资的股票是可以的 不要贪图那个暴力 做那个投机的啊 那个就像赌博 那个就不可以 如果你做投资性的 是可以的 就像阿兰问世佛吉凶经啊 啊这个 可得为世间事 就是这个你可以做啊 但是不可以 为世间义 世间义就是你投机其巧 那叫世间义啦 你贪图啊 一下子就 发大财啦 那个就世间义啦 但是如果你做投资的 细水长流 也不贪图啊 马上发大财 那这个是 没有世间义 做这个世间义是可以的 所以 就看你用什么心态 怎么做法 如果你做投资的 是可以的 好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 第155个问题 学生向院长请教 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什么仪式 要怎么发愿 感恩 这个 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 这个仪式没有一定 没有一定 仪式啊 随个人的生活环境 随个人的工作 个人的时间 个人的年纪 个人的身体状况 这个体力 这个是 没有一定的 如果你 如果你 家里啊 这个地方大 你有个 小佛堂 那么你早晚课 可以在这个小佛堂做 如果没有啊 你住的环境 不方便 很小 那你 面向西方 合掌 念佛 回向 或者对着经本 放在桌子上 对着经本 念 也可以 那拜佛也是一样的 这个就根据啊 个人的生活环境 还有你的时间 还有你的身体状况 那有一些 同修年纪大了 脚不好 恐怕他拜佛有困难 那个就用问信的就好 就不一定要拜 那有一些 特别是女众 年纪大了 不能盘腿打坐 那你就 不一定要打坐了 不需要打坐 坐在椅子上也可以 坐在椅子上念佛也可以 所以这个形式上啊 没有一定啊 可以随个人的情况来 自己来 斟酌来 调整 调整到自己 最方便的 最舒适的 情况啊 来坐一试就可以 所以这个我们镜中很方便啊 没有什么 固定的啊 一定要什么仪式 你仪式要很多 也可以 要很简单也可以 那么 这里这一题啊 重点在发愿 往生极乐世界啊 要怎么发愿啊 这个是关键 其实啊 念的法门啊 重实质不重形式啊 这个仪式是形式 关键在实质 那么这个发愿就是 实质的问题了 要怎么发愿呢 这个愿啊 就是愿生西方 愿死说婆啦 就是有个取舍啦 就是愿意放下我们现在这个说婆世界 不贪恋这个世界 这个愿啊 也不是讨厌的愿 是愿意啊 就是不受污染 这个世间的 这个明文立扬 五义六成 贪嗔痴慢 家亲禁赎啦 财务啦 妻子儿女啦 等等等等的这些 这些牵肠挂肚的事情啊 要能放得下 那么真正发愿啊 愿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个 这个愿啊 关键在 有出离心 要出离心啦 愿意出离这个五着恶事 愿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个就符合了 这些 这是关键 所以 这个愿啊 就是 要出离心 啊 出离心啊 也就是说 世间这个 五义六成啊 明文立扬啊 不受污染啊 真正能看破放下 真正啊 愿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个就符合啊 信念行这个愿啊 那这个愿啊 那这个愿啊 很重要啊 因为这个 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偶遇祖师在 弥陀经要节 讲得很清楚 关键在 信愿之有五 啊 你是不是真信 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 相信有阿弥陀佛 啊 接引十方 世界 念佛的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 啊 相信自己遇到净土法门 往生西方 都有分了 啊 这是中欧国师 在三十系念 开始里面 开始的 啊 这个第一个信 那么 信 啊 要透过行 啊 行就是念佛 啊 那么行 啊 中欧国师引用 任言经跟弥陀经 啊 任言经讲啊 多色六根 敬念相继 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那阿弥陀经讲啊 啊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文说阿弥陀佛 持持名号 啊 若一日 若二日到若七日 一心不乱 啊 其人临命忠实阿弥陀佛 以诸慎重 现在其前 世人忠实 心不颠倒 其得往生阿弥陀佛 极乐国度 啊 那么这个叫正行 啊 所以这个中欧国师给我们开示啊 信而无形 极不成其信啊 啊 就是 你相信 有西方极乐世界 相信有阿弥陀佛 皆以念佛众生 往生西方 啊 相信自己 遇到净土法门 有往生之分 但是如果你没有透过念佛这个正行啊 啊 那这个信心啊 也不坚固 啊 总是半信半疑啦 啊 所以必须透过这个行 来证实我们相信的 这桩事情啊 啊 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啊 啊 我自己一定可以往生啊 啊 要透过行来证实 我们相信的 这桩事情啊 啊 那么啊 这个行呢 要有怨啊 啊 怨是动力啊 啊 你真愿力往生极乐世界 真愿力放下娑婆世界 啊 那才会 认真去念佛啊 啊 啊 所以如果没有怨啊 啊 啊 那个行啊 也是若有若无了 啊 不会认真念啊 啊 就不会精进念佛了 不会一心念佛了 啊 所以 啊 这个行啊 啊 是要有怨来推动 啊 这个推动的力量就是怨 啊 你怨生虚方 怨舍说婆 啊 啊 那么 必须透过念佛的阵形啊 啊 来满我们的怨 来证实我们的 信 啊 证实我们相信的这桩事情 啊 所以中文不是讲信行怨 啊 啊 或者是讲信怨行 啊 这是一而三三而一 啊 所以这个信 啊 帮助怨 啊 你相信才会发怨吗 啊 那么怨呢 推动我们去行 那么行呢 又帮助我们信 啊 又帮助我们怨 啊 所以这个 信念行啊 实在讲啊 一而三三而一 啊 缺一不可 啊 他这个当中都有相关的 啊 啊 所以 就是 如顶三足啊 却一不可 啊 因为你没有信心 你就不会发怨 你没有发怨 你就不会念佛 啊 所以念佛 啊 又帮助我们信心增长 啊 啊 又帮助我们愿更真切 啊 啊 所以这个 啊 一二三三二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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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相关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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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讲一个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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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就包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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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发愿不是说很讨厌 我现在看到这个讨厌 那看到那个讨厌 看了就生气 我就很想到西方记 不想看到他们 那这个不是发愿 那个是生烦恼 不是发愿 发愿是不受污染 顺境不起贪心 逆境不起撑灰心 那这个才是不受污染 尊放下了 这个才是真正发愿了 所以发愿就是我们心 不受这个 灵魂力量五一六成的污染 不会去贪爱污染 那这个愿才能生得起来 好 以上简单回答 下面一个问题 第156个问题 学生最近有一事 非常烦恼 请院长慈悲开示 学生的弟弟在山上租了一片地 让丈夫去帮他看管 养鸡鸭鸽鱼 学生怕他们造业影响到孩子 请问学生 该用怎样的心态去对待此事 如何做才能让他们回头 放下这个行业 恭请院长为学生开示 这个事情要从两方面 一方面在佛菩萨面前 多念佛给他们回向 求佛力加持 另外一方面 就是善巧方便的来劝导他们 特别这个杀生跟放生这个因果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点善巧方便 直接欠他们恐怕很难 恐怕你的弟弟他也不能接受 就越欠 恐怕他越顽固 他也不接受 所以这个必须先跟他取得 一个信任感 让他对你有信心 那么再去劝他 那么这个信任感 这个信心还没有建立 这个欠也是白欠 恐怕不是很容易回头 因为很多人他就是 以这个作为他一个行业 第一个他就会讲 那你叫我不要做这个我要做什么呢 有什么工作比我这个工作更好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所以也要必须有一个工作 如果跟他这个收入能够大概差不多的 这样来劝他可能会比较能够接受 能够接受 不然的话呢 你欠他不要养这些 那么他说那我吃什么呢 我要做什么呢 所以要欠他呢 也要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方案给他 要叫他改行啊 要这个 给他一个具体的方案 所以这个方面 是在那里面 就是养鸡鸭鸵 就是说 也可以去找一些童修去 反正他养了 他就是要卖嘛 那就是给他买来放生 这个慢慢这样欠他 看他会不会回头 所以我们到场又同修 我们出家众当中 一位出家众他们家在养羊的 养羊都是要卖给人家去杀 那么他出家了 也怕他的父母造这个业 后来呢 我是用这个很多同修 都是以前我们这边 还有都办这个放生的 现在政府规定比较严格 就是放生馆 就是买他们家的羊来放生 那时候海涛法师 他有个放生年期很大 买去放 后来这个 因为他们照顾的人 毕竟没有专业 这个羊 生病感冒 不知道怎么治疗 就死了很多只 后来这个海涛法师 去他家看 他说 那这个就放在你家就好了 那你就帮我照顾 他花薪水给他 就照顾那些羊 那这些啊 也是我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提供你参考 就是说呢 当然我们这个例子 你那边也不一定能行得通 但是只是提供一个方案给你参考 方案给你参考 当然最终就是欠你弟弟跟你先生 不要去做这个行业 不要做这个行业 那这个你看看能不能 你现前能不能行得通 如果行不通啊 就念佛悔向 多忏悔 然后呢 这个 有认识的同修啊 那么也可以请他们去买一些 可以放生的 就是买去放生了 这个现在呢 大陆好像这个半放生了 还是有人在做 你可以去看看 参考这方面的 帮助家人呢 转业 但是这个有时候 真的业障重啊 很不容易改变 那只有求佛力加持 像地藏菩萨本念经 光木女 婆罗门女 她的母亲就是不相信三宝 不信佛的 都是杀生 死了就堕到地医去 所以 也是因为他们堕地义啊 成就了两个女儿 成为地藏菩萨 为她的母亲发大愿 地义不空 事不成佛 把他们的母亲啊 从地义啊 超度到道立天宫啊 所以这个地藏经就 讲得很详细啊 这炎福利众生 业障深重啊 不容易回头啊 所以地藏经啊 是最契合这个根基的啊 最契合这个根基的啊 我也是建立啊 你们多念地藏菩萨 比如地藏菩萨加持加持 地藏菩萨呢 专门度这个罪业啊 最深重的众生 度地义就是罪业最重的嘛 他发的大愿啊 特别针对这一方面的 所以求地藏菩萨呢 这个感应啊 也就更明显了 那当然你要求其他佛菩萨 当然也可以啊 也不是不可以 这个因为地藏经 地藏菩萨他发的愿 就针对啊 业障最深重的众生 他的愿 每尊佛菩萨发的愿都不一样 基本的愿都是一样啊 都是四红四愿 但是四红四愿是总愿 众生无边四愿度 是总愿啊 但是呢 要怎么度 那每尊佛菩萨呢 发的愿又有 种当中有别 有不一样的 那种的方面 总是要帮助众生 要度众生 那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就是 地不空是不成佛 他这个 特别针对这个地义众生 当然地义众生都度啦 那其他 九法界众生 当然也都包发在里面啦 那每尊佛菩萨也都一样 只是地藏菩萨呢 他发这个愿啊 是特别针对啊 这个业障啊 众的众生 所以以上啊提供你参考啊 多念地藏经啊 求菩萨加持 那么善巧方便啊 看看什么时候机缘成熟啦 欠他们回头改行 那么你真诚地 祈求佛菩萨啊 真诚地跟他们沟通 也必定得到佛力加持 会改变的 好 下面一个问题 第157个问题 请教上务下道大和尚 一 学生和母亲学佛 每次和亲戚朋友相聚谈话 结束后 我却在不停地回忆说过的话 身心不安 二 母亲读经三千步了 但每次读经都妄念纷杂 这两种情况该如何改善 感恩院长慈悲指导 这个 这个 第一个问题啊 主要是 在这个业障方面啊 属于调局的业障 调局啊 调就是调起来 局起来 就是这个心啊 定不下来 身心 不能安定下来 我们一般讲啊 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 那么七上八下呢 就心服气躁了 心服气躁 那么心服气躁了 必然是妄念纷辉了 调局 调局盖的业障 另外一个是分成盖 那么你母亲这个 是属于调局 这个调呢 就是一个心调 语调 生调 这个调啊 这个调局的调啊 就是 这个讲话讲不停 那很喜欢讲话 这个这个这个话很多 这个叫语调 那生调呢 就是这个这个身体啊 一刻都停不下来 这个好像啊 动来动去的啊 这个这个 就不能 静一静 这个叫生调 那么意调呢 就是心里面啊 心缘意玛 忘念纷辉 这个叫义调 那么你母亲这个 问题就是生与义啊 这三种调局都有了 吉人词寡 造人词多啊 就心服气躁的人 他讲话很急 很快 讲很多 讲个不停 这个叫造人啊 急造的人 那么吉人呢 他讲话呢 不多 重要的讲了 他不啰嗦 也不会讲太多 该讲的时候讲 不该讲 他也就不讲了 那么这个是吉人 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学习讲话 就是说 这个该讲的就讲 不该讲就不要讲太多 那也不要重复的去讲 一句话呢 那不断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连对方听了也会听缓了 所以 这个避免啊 不断的去讲 所以这个是语调 这个语调 这个 这个 学佛啊 跟亲戚朋友 谈话 这个不断的去 回忆啊 说过的话 身心不安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读经虽然读了三千部 但是他这个 读经啊 没有收到读经的一个效果 这个读经我们敬老和尚 开示过 读经啊 其实是戒定会 一次完成 修戒定会的 就读经的时候呢 恭恭恭敬敬的 这个身也不乱动 合掌或者放掌 心也不乱动 身不乱动 那原理啊 这个 每一个字没记 念得清楚 没有念漏调 那么心啊 专注在经文上 不想其他的事情 如果有妄念起来 不要理会妄念 就是专注在经文 这个不要念错 不要念漏调 那妄念起来 不理会就好 这个跟念咒念佛 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读经 念咒念佛 其实都是修定 那么修这个定呢 也就是戒定会一次完成了 因为你读经的时候 你不会 身不会去照杀到淫的 这个恶业嘛 那你口中在念经 也不会去骂人嘛 也不会去讲那些 没有意义的话 也不会照口译 那么心啊 专注在经文啊 那也就不会起贪嗔痴了 所以读经呢 它是戒定会一次完成 但是要恭敬至诚的读 才能收到这个效果 如果不恭敬啊 这个懒散啊 这个种种的 那当然这个就很难啊 收射这个妄念 这个身口一三叶啊 不能收射 就达不到啊 读经这个效果 所以我们老上讲 读三千步会开悟 是要这样读才会开悟 要赤诚恭敬 这样来读 不能一面读 一面想经典里面的意思 那么妄念起来呢 不要理会 不要跟着妄念跑 心啊 专注在经文上 妄念起来 让它起来 不要管它 妄念一下就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这个 赤诚恭敬的读啊 三千步 没有大悟也有小悟嘛 这个一定有啊 但是如果你这个读的 不如理不如法啊 读了三万步 那也收不到效果 所以读经啊 妄念纷杂 所以这两种情况怎么改善呢 这个就是 这个改善啊 也就是 要对峙我们的习气啦 那习气啊 也不容易对峙 也是要求活力加持 求阿弥陀佛加持 求活力加持 那么时时刻刻啊 提醒自己 这个讲话呢 要 常常啊 提醒自己啊 这个讲话啊 不要讲 太多 也不要讲太快啊 也不要讲太慢 这是 适可而止了 那么讲过 就放下了 不要一直在回忆那些 讲什么 你一回忆啊 妄念就一大堆了 所以读经要这么读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读经啊 也要依照经典里面 佛的教导 在生活当中去修持了 修行了 那这样啊 才能得到经典里面讲的功德利益 如果不能依照奉行啊 在生活当中 去提起观照 去落实 去改过 修缮 那么这个读经啊 是重善跟这个功德肯定有 但是现前啊 得不到这些 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 那将来啊 将来会得到 将来呢 因年成熟了 那么你能如理如法的受职经典 那个时候啊 经典里面讲的功德利益 你就会得到了 所以现前啊 要改善建立啊 就是多念佛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句佛 不要有事没事 就找人聊天 那这个 这个当然你这个 一聊那个习气又来了 有打佛气的地方啊 有共修的地方啊 多多参加 你把这个讲话 聊天的时间啊 去多念佛 或者念经 或者拜佛 这样啊 可以减少啊 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 可以减少 那这样就改善了 那么读经要没有忘念 就是不理会忘念 自成功敬的读 这个情况也会改善 好 下面一个问题 第158个问题 学生是学医的 学校里面要解剖小动物 做实验 为了避免小动物痛苦 老师要求给他猝死 请问院长 学生应该怎么做 这个要跟他超度 因为你这个解剖小动物 就是说 是属于杀生的部分 但这个杀生啊 也就是说 为了要救人啊 为了救人啊 但是总是杀生啊 但是总是杀生啊 所以在这个 学如老人啊 他这个 佛学问答 也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在读医学院的 这些同学啊 他们都有这个解剖的课程 解剖动物啊 或者解剖人的遗体 那么这个 学如老人都是 劝他们啊 多诵经念佛跟他回向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超度啦 像我们做三十系列啦 学牌会啦 超度啦 要多多回向啊 因为呢 要感恩这些动物啊 那么他这个 给这个人类啊 做一个实验 那么让人类啊 可以避免一些疾病 这个是 他们的功德啦 所以要感恩 要念佛 诵经回向 那没有必要啊 尽量避免杀生 尽量避免杀生 因为做这个行业啦 学医的 这个也是 无法去避免 都有这个课程 那尽量啊避免啊 所以这些啊 像 中药里面啊 也有一些动物的一些 一些 一些药材啊 把动物的什么这个 这个什么胆啊 熊胆啊 什么那些啊 作为药材啊 啊 那个我们是尽量不用啊 那个不用 所以 给这个小动物啊 立牌位啊 那么念佛回向 念佛回向 那么每一次要解剖前啊 就先念佛回向啊 啊 这个再再去解剖啊 解剖完之后再念佛回向啊 或者你要诵经也可以 啊 念佛是比较方便 啊 看你要念一百零八剂 一千零八十剂 啊 一万零八百剂都可以 啊 念越多越好 好 下面一个问题 第一百五十九个问题 学生听老恩师讲 念佛要用心念 口里念佛 心里想佛和极乐世界的庄严 可是学生跟着念佛今默念 口里念 耳朵听 没有经历心里再想佛 请问尊敬的大和尚 应该怎样心里念佛呢 这个念佛啊 有四种念佛 第一个是实相念佛 就是念法身佛 啊 啊 啊 念自信天真佛 啊 这叫实相念佛 啊 念法身佛 啊 第二个是 观想念佛 啊 啊 这个观想念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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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经第一关到第十二关 啊 啊 都属于观想念佛 啊 那么观想念佛呢 这个 也不容易 啊 不要说观这个佛的 啊 八万四千好啊 啊 这个这个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 啊 那个报身佛我们凡夫也关不起来 啊 没有那个定功 关不起来 啊 就观那个白豪相啊 啊 也就不容易了 啊 这个也就不容易啊 啊 因为那个报身佛 太大 我们也没见过 啊 根据经典啊 如果我们心不是很细 心很定 有禅定功夫啊 那这个观就 不能成就 啊 啊 这个就 难度很高 啊 就不要说后面那个观啊 啊 那么这个观 第一观 最容易的就是 落日旋骨 啊 那看到那个 太阳要下山啊 红红的太阳 挂在天边 观那一个 啊 那一观啊 要 观到呢 这个 这个红红的太阳啊 啊 深深的印在我们脑海当中 啊 这一观啊 要怎么样才观成呢 啊 这个你睁开眼睛 太阳在眼前 闭着眼睛太阳也在眼前 啊 啊 那么这一观啊 才算观成 啊 啊 这个 不容易 啊 那不是说啊 太阳 还没下山 我们看到这个太阳 啊 下山也就没有了 啊 那这个就 没有没有观成 啊 所以这一观要观成都很难了 啊 我们看得到的 那我们那些佛像啦 啊 那个那个 没有没有看到 啊 我们要观观想成就 啊 啊 后来这个 第十三观啊 啊 就藏六今生啊 那个就比较容易啊 啊 啊 因为报生活太大了 我们关不起来 啊 啊 我们凡夫很难观的成就 啊 那么啊 那第十三观就列印身 列印身就是 啊 释迦摩尼佛的硬化身 啊 硬化身跟我们一般人一样 高大 啊 啊 啊 我们一般讲啊 所谓三十二相八十总好 啊 释迦摩尼佛的硬化身 啊 那么这个硬化身呢 啊 啊 啊 那就比较容易啦 啊 啊 看一个 佛的像啊 大概比我们一般人高一点 啊 啊 但是他有三十二相八十总好 这个也还可以 我们凡夫还可以观 啊 这个叫观相念佛 啊 就是你塑造一尊 啊 三十二相八十总好 这个佛像 那每一天看这一尊佛像 啊 这个叫观相 啊 那么把这佛像的三十二相八十总好啊 啊 啊 深深印在我脑海里面 啊 但是这一关 是比 观想容易啦 啊 但是呢 也有困难 啊 因为你 你离开相 你 你又忘记啦 啊 除非你很有时间啊 没有工作啊 一天到晚就是看着佛像啊 啊 那三餐啊 有人帮你准备啊 你福报很大 那这样的人 现在我看你很难找啊 这么有时间的人啊 啊 所以古大德呢 啊 这个讲这个观想观相的理论 啊 那观相啊我们可以随缘的观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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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念佛的时候啦 啊 看看佛像 啊 啊 我们主要修的是慈明念佛啦 啊 啊 不是观想也不是观相啊 啊 我们是慈明念佛 啊 慈明念佛就容易啦 啊 啊 就很方便啦 啊 大家都能念啦 啊 啊 这个慈明念佛 啊 也是暗和盗妙啊 啊 啊 他通实相 你只要能老实念 他暗暗的 跟十相就相应了 跟法身佛就相应了 啊 跟最高的十相念佛就相应了 啊 啊 那么这个是 呃 慈明念佛啊 他殊胜的一个地方 那么 啊 这个念佛用心念 口念佛心理想佛 和极乐世界的庄严啊 啊 这个想佛啊 啊 这个我们用慈明念佛啊 啊 不是观想念佛啊 啊 这个观想啊 我们心跳很定才有办法 啊 我们现在用慈明念佛 那么你 能够啊 想这个佛像啊 一面慈明念佛 一面想佛像 当然也可以 如果你想不起来 如果你想不起来 也没关系 啊 你心里只要啊 把这句佛号 啊 像印光祖师讲的 从心里念得清楚 啊 你这个阿弥陀佛 或者拿摩阿弥陀佛 从内心啊 念 起这个念佛 这一念 念得清楚 那么口中念得清楚 耳朵听得清楚 啊 只要字句昏明啊 啊 这样就好 妄念起来就不要理会妄念 不管妄念 啊 我们要管的就是这句佛号 我要把它念得清楚 啊 从心里念得清楚 口中念得清楚 耳朵听得清楚 啊 那特别呢 印光祖师强调啊 啊 自念自听 那像我现在我这个 啊 以前在香港打佛期啊 啊 这个念佛录下来的 啊 那 录下来呢 自己啊录下来 啊 现在做成念佛期啦 啊 我自己 听我自己念的 啊 现在念佛期有这个方便 提醒我们念佛 啊 那么心里啊 啊 就是跟着这个佛号 啊 每一个字每一记 啊 听得清楚 心里也跟着念得清楚 那么口中 啊 啊 我们毕竟不能像念佛期 一二十小时多 出声念 啊 有时候出声念 有时候默念 有时候金刚念 啊 啊 那么这个都可以啊 啊 那可能我们默念的时间会比较长 啊 啊 主要心里啊 跟着念 啊 耳朵听 听进去 心里跟着念 这样就好 啊 所以 我们慈明念佛啊 重要要 要掌握住这句佛号 字迹昏明 啊 心里念得清楚 口中念得清楚 耳朵听得清楚 啊 啊 纵然是默念啊 嘴唇都不动 啊 也有声像 啊 所以这个 啊 我建议啊 你多利用念佛期 啊 多利用念佛期 啊 那么听念佛期 跟着念佛期念 啊 那么这个极乐世界啦 佛像啦 想不起来啊 你就不要想 啊 你就想这句佛号就好了 啊 这句佛号就很容易啦 啊 啊 你只要老实念啊 他通实相 暗和到妙啊 啊 那这个是 呃 啊 无上圣身唯妙法啦 啊 念佛成佛啦 啊 就是慈明念佛 所以古来主师大德啊 啊 观想念佛 观相念佛 这些理论讲的很多 但实际上 去修观想念佛的 不多很少 大多数啊 提倡慈明念佛 因为这个大家 都能做得到 容易啊 啊 而且 下手容易 成就高啊 啊 暗和到妙啊 啊 所以主师大德呢 呢 特别提倡这个 慈明念佛 啊 那么无量寿经 跟弥陀经 主要提倡的 就是慈明念佛 啊 那观经呢 四种念佛都有 十相念佛 观想念佛 观相念佛 慈明念佛 啊 包括九品往生 啊 修所有的法门 通通包含在九品里面 啊 有读经的 有慈戒的 有修六念的 啊 啊 这个通通包含在里面 这个都有 啊 但是 就是 弥陀经跟无量寿经啊 就是专门提倡慈明念佛 信念念佛 啊 所以这个慈明是最殊胜 啊 因此呢 我是建立啊 啊 啊 这个 你跟着念佛去默念 口里念耳朵听 只要把字迹听清楚 没有经历心里在想佛 没有关系 你就不要想 啊 啊 你只要 想这句佛号就好了 啊 不要去想那个 那佛像啊 佛长的什么样子 极乐世界 啊 是什么样子啊 因为你 你想 也是 打妄想啦 啊 也想不起来 啊 所以 这个 啊 心里啊 想这句佛号就好 啊 当然你供的佛像 你 偶尔可以想起来 那个没有关系 但主要啊 啊 还是掌握这句佛号 啊 这个是最主要的 啊 所以 你 你 听念佛基 跟着念佛基 念佛 啊 这个佛像啊 想不起来 没有关系 啊 你只要把这句佛号 念好就可以了 啊 你念到一心不乱啊 啊 那极乐世界自然现前 你也不用观想 啊 所以偶尔祖师 跟这个莲词大师讲啊 不饶我观想 啊 不用饶返你去观想 你就用 慈明练佛这个方法 啊 你念到功夫成变 信念慈明 相应了 这个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就全部现前了 不用饶返你去啊 一观一观的去观想 那那个就比较麻烦了 啊 也不容易啊 啊 所以这个 啊 诸佛如来啊 都提倡 祖师大德都提倡 慈明练佛这个法文 啊 无比的殊胜 好 下面一个问题 第160个问题 学生家里 有90高龄的老母 犯老年痴呆症 总得有人陪着 不然就乱走乱动 很不安全 我兄弟姐妹六个 都信耶稣 十年了 都轮流变了 大家都厌倦了 而且下辈人 都不愿意接受老人 我本来想把老人接来 养老送中 然而妻子不同意 实在没有办法 度老母脱离生死轮回之苦 请问学生 是否就自己念佛求生净土 然后再来度脱苦难众生 恳请院长为学生解疑释祸 鼎礼院长师父阿弥陀佛 老人痴呆症 老人痴呆症 就是说他会走失 这个在台湾很多 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 有一些同修的父母 失智 那么他就容易走丢了 这是要人照顾 那么这个所谓啊 久病无效耻啊 这个也是一般的情况 都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照顾久了 大家都累了 所以这个还是要求 地藏菩萨加持 求地藏菩萨加持 这个依照地藏经去修学 你多送地藏经给他回向 那么老母亲呢 这个现在呢 可能有专门在照顾 这个失智老人的这个养老院 你们兄弟姐妹可以研究啊 送到这个养老院 那么多练佛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送地藏经啊 跟他回向 那么自己现在这个问题 还是要处理啊 这个也不是逃避啊 这个念佛求生净土啊 也不是逃避问题 而是要去面对问题 要去解决问题 不是逃避问题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 所以念佛啊 他不是逃避 是要解决问题 念佛求生净土是要解决问题 所以你现在面临着这个问题啊 当然求生净土是我们修学净中的目标 往生之后再来度脱苦难众生 但是眼前你母亲的问题你不能不处理啊 那总不能说我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再来处理啊 你现在就要处理啊 所以这个 我是建立啊 勿怒养老院 养老院的 那么你们 我建立还是用地藏经 地藏经啊 也是讲到老人痴呆症啊 植物人啊 这个问题啊 你用地藏经的方法去处理 就帮助你母亲消业障啊 也帮助你全家人消业障啊 所以建立啊 去读地藏经啊 还有听我们敬老和尚讲的地藏经 这样啊 能够帮助你处理这个问题 你这个问题啊 处理的圆满了 那么你念佛往生西方啊 心里也才踏实 不难啊 只是一个逃避的心里啊 这个心里不踏实 也不能往生西方 那么为仁慈总是要静静孝道 虽然自己没有能力照顾 那总要请人照顾 这个兄弟姐妹大家凑钱 请人照顾或者请专列的人啊 来照顾 那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提供给你参考 好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先回答到一百六十个问题 那下面呢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回答 那么祝大家 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六十吉祥 身心安康 和家平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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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